同样是身为门长,左若彤确实是不如唐妙星,为什么不能刨根,要继续让门人被三一之道骗下去吗?求根本求不得的通天法吗?左门长已经三一作为术的强横,技术只要够强总会有人学,重点是给门人驱昧,说难听了,就像把人从传销组织里就出来一样,之前他以仙人之姿引其他三一,门人走通天之路,现在路走不通了。 他回头告诉跟随他的人,这是有错吗?至于路老爷又怎么歪了?师父是再生父母,杀父母之人,父母说与其无仇便无仇了,而且三一门不一定全是因为寻仇而亡,后面的战争也死了多少人,没了多少门牌,最后逆生三重也没有断根,路家未必不能再新逆生三重,还是那句话,左门长的表现完全证明了逆生作为术的力量。 某种意义上,四冲和张望很像,但是左若彤不如唐妙星,虽说都是对门派做出改变,但是唐妙星是早知道门派的问题,一直在想怎么做成改变,一直下不了决心,但是左若彤属于对门派管杀不管埋的处理。 不否认左的个人,修为远高唐妙星,甚至你说他三重硬钢丹是我多信,但是作为门长,左若彤确实没唐妙星到位,传承下去的陆锦,都歪成什么玩意了。 吴根生能杀了陆锦一帮师兄,唯独留陆锦一条活路,说白了,也是不希望三一的手段就此断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